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提倡宽容观念的世界中 凡是宽容的原则 似乎使得人们变成不容纳基督教精神 不重视或遵行他的教义 无论涉及宗教 行为或人的性行为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反基督教的情绪都在增长 这种提倡宽容概念的终极思想 是他们认为真理是由人们各自所定 不是由上帝所决定的 我们常会听到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对任何人论断或批判 尤其是基督徒 一般认为论断是错误的 因为圣经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然而 当基督徒以慈爱和亲切的态度向不信的人介绍福音时 难免就会对他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事做出判断 在面对侏儒堕胎 通奸 同性恋行为和同性婚姻之类的问题时 有的基督徒 不敢或不愿意表明圣经立场 或声称他们不做判断 例如 当基督徒说同性恋行为是一种罪过 而同性婚姻是错误的时 他们经常会遇到像以下意见 你是谁 竟来评判两个真心彼此相爱的人 你以为你是谁 轮不到你来告诉他们可以或不可以和谁相爱 您也是罪人 某人的私生活与你无关 不要评判他们 基督徒只要做好自己 只要为他人祈祷 对他人的事应该遮盖双眼 保持沉默吗 这支影片和你分享 人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判断的三个原因 在这之前 请记得点赞订阅 及打开通知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装备生命影片 谢谢 人们认为基督徒不能批判的三个理由 一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是的 我们都是罪人 但圣经只禁止一种罪人进行批判 那就是拒绝诚实对待自己罪过的虚伪罪人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马太福音七章一节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马太福音七章五节 耶稣在这信诫信徒们 不要以虚伪或定罪的方式做出判断 许多人引述马太福音七章一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但马太福音七章五节有关论断的教导 说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耶稣强调 在对别人做出判断之前 先要判断自己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 先检视自己 对罪悔改 成圣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每天都要努力 让自己转变为基督的形象 耶稣教导信徒 如果我们自己不亲自悔改我们的罪过 我们就无从告诉别人他们的行径有多罪恶 因此 圣经禁止的是 拒绝诚实对待自己罪过的虚伪罪人去论断人 二 审判是上帝的工作 而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又劝弟兄们 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勉励灰心的人 扶住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 帖撒罗尼家前书五章十四节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以弗所书四章三节 有基督徒认为 作为信徒 我们应该专注于爱别人而不搞分裂 实际上 有时候如果我们对错误是而不见 反而是在分裂 以弗所书四章五节说 一主 一信 一喜 请记住 作为信徒 我们都是一主一信的一部分 思考一下 我们愿意为何而为一而努力 还是允许世界的智慧来损害上帝的话语 我们必须以上帝的话语的真理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哲学为基础 使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权威 拥有正确的基础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理与谎言以 及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说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一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 连于援手基督 如果我们允许弟兄们犯错误 甚至欺骗他人 那不是爱 爱别人需要我们在他们犯错时 慷慨地以爱心纠正他们 那些犯错的人不一定知道 他们是错误的 他们可能被欺骗或无知 因此 无论情况如何 我们都要以耐心与爱心 认真谨慎地纠正与教导有关的错误 这也是教会的职责之一 教导正确的教义 和纠正错误的教导 三 平叛是充满仇恨的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用温柔劝谏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提后二章二十五节 平叛不一定是负面的 充满仇恨的 相反的 它可以是充满耐心 公义 正直与勇敢的举动 圣经告诉我们 在适当的时候 批判及劝诫人们认罪悔改 然而这么做的心态非常重要 它必须是以爱心和公义为基础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批判时 用爱和温柔说出真理 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而当我们拒绝按照上帝的命令判断和警戒人们时 我们就是流失缘分并隐藏自己的光芒 沉默使我们在我们的人群中受欢迎 也让我们活在舒服距离 省却许多困难 但在上帝面前却不受欢迎 马太福五章十三至十五章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承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痘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赋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 指正及纠正错误 并不意味着人们 总是会以开放的思维或积极的方式做出回应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忠实地做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 关键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以便我们可以把人们导向福音的道路 上帝的话语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遵守标准 圣灵引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事 为了公义的做出判断 我们应该努力公义的生活 并使上帝的圣言成为我们各个领域思想的基础